猛猪杜勒猛 大家好 我是蒙特里的小猪 今天有请我们的一位嘉宾 是来自于TD银行 稻米银行的我的好友 Jack同事 大家好 我是Jack 他是TD银行 也就是稻米银行的债款秘密 那首先Jack 介绍一下TD银行 OK 加拿大TD银行 中文名叫稻米银行 它是加拿大第二大银行 然后是1855年成立 它现在现有员工 大概有一万多人 作为北美前十的银行 多伦多道明银行总部 设在多伦多 全球共有约9万名员工 道明银行成立于1955年 由1855年注册的多伦多银行 和1869年注册的多米尼克银行 合并而成 据我所知 其实道明银行的华人数量 不是特别多 特别是贷款这一块 对 道明银行在蒙特里尔地区的华人 其实很少 差不多贷款经济 是我这个职位 差不多有五个人左右 在大门地区TD工作的华人 差不多应该不超过30个 但是TD银行在温哥华 bc省那边会比较多 对 那边华人也多 对 尤其是粤语 他们会提供很多粤语服务 那我们的网站 其实有有英语 法语和第三个语言 其实就中文 那你主页是从事于贷款 那下请问一下 你这边TDD道明银行的贷款 和其他银行比起来 我们这边有什么优势 对 OK 那我就直接说对华人的优势 对华人的优势 对 对 尤其是我们这边最大优势 其实是海外收入的贷款 就比如说你在中国有一个海外收入 中国收入 对 中国有很好的收入 我们这边可以提供65%的贷款 就说你可以付35%的首付 我们可以提供65%的贷款 OK 那听说你们还有远程开户这个项目 就人即使是在国内 也可以委托开户 对 这也是我们很大的亮点 就是如果您想贷款 然后从来没有来过加拿大 但是在加拿大有朋友或者有亲戚 您完全可以通过一个委托授权的形式 要指认魁北科当地的公证师 去做一个委托授权书 然后被委托人 拿着这个授权书的文件 就可以在任何一家分行去开户 好的好的 那收到贷款呢 那我们肯定喜欢玩机身蛋的游戏 就是一套变两套 两套变三套 三套就可以四套 四套就可以上市了 不好意思 但是就说对于收入这一块 大家还是要努力去上班的 对那肯定是 一定是 您觉得就是玩 如果玩投资房的一套套 套娃的形式的话 有个大概的收入的话 家庭收入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就是睡前哈 咱咱们讲 睡前在魁北克收入肯定比其他地方稍微低一点 因为其他地方的房价毕竟很高嘛 库贝尔科的房价跟多伦多温哥话相比肯定要低很多 然后在这边玩房地产的游戏呢 差不多家庭收入有十万块钱 其实就一定非常的comfortable comfortable 非常适合就玩机身蛋的游戏 对对对是 那首付的话大概在20%到35%左右 对对 如果买出租房首付最少是20% 如果你是去买资助房的话 首付最低付5%都可以 但是就存在一个保险的问题 但是一定是有加拿大当地的收入 好的好的 非常感谢Jack 不客气 谢谢 我们多多回见 好的 多多回见 拜拜